一盒生鱼片350元 这价格一说出口 民众马上下手 就是因为这买买一盒 后切生鱼片竟然有24片 堪称稍稍短话 我们穿上再吃啊 会觉得算便宜吗 算便宜啊 叫钱公道 只要生鱼片要新鲜 那很非常重要 比西日本还便宜 不少民众帮忙反击 说台湾海鲜算便宜 因为这24片350块的生鱼片 还有包含四种鱼 鲑鱼 鳍鱼 鲍鱼 鲍鱼跟红干鱼 连老板都说一点都不奢侈 食材有分初级跟 就是高阶的嘛 看你想要买哪一个东西啊 在台湾吃海鲜会是一种 感觉会是一种奢侈吗 不会啊 对啊 这蛮好奢侈的 大火开下去海鲜汤汁 沿着锅边流下来 澎湃海鲜塔把您煮到好 甚至还能变火锅 一整盘超大肥美蛤蜊 只要350块 还有这十般鱼也是350元 甚至这一大盘活虾也是350元 如果你是吃像是帝王蟹啊 鲍鱼 生蚝那些的 比较贵的食材 那当然是奢侈 那如果你是像吃一般这种 贝类啊 虾子 鱼 那其实我觉得算是蛮平民的 台湾算是比较便宜的 对 因为台湾也有一些 活体的隔壁 那产地都在南部 但是价格会比国外还比较便宜 虽然海鲜有昂贵 但多数来说也很评价 一人杨成林 台湾海鲜奢侈说 恐怕已经被民众跟业者纷纷打脸 三连续国内是张亚轩 台北报道 这里是谁比较坏者线